三個字可能就是正正擊中要害 各位市民 今晚我們再一次歡迎大家來參加 香港這個史無前例 第一次在露天舉辦的 在網上電台是直接轉播的一個名嘴論壇 各位市民 我們今晚的主角是黃毓民 哪一位如果是支持黃毓民的 在1 2 3之後請歡呼一下 1 2 3 好了,我們今晚的棄辱正式開始了 各位市民 毓民 黃毓民 好了 每日的黃毓 正是有心人 就在這個時間開咪 我們請到毓民這個台詞的聲音之外 亦都請到他幕後的監製 三國陽 是幕後 我們支持三國陽 繼續在幕後 是負責這個監製的節目的 是 是 我們再一次 多謝三國陽 在幕後默默為香港的言論自由 耕耘 三國陽 是 阿長 政治好心人 快點出這個式吞 出精告 我做 全國陽 每次熬市代表主持及部分嘉賓意見 不代表如今立場 各位聽眾大家好 現在的溫度是摺視三十一度 相對濕度是百分之七十一 今天說什麼呢?今天說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停播賽馬本來是小事一裝 但是搞到變成大事 就是因為有個曾蔭權報態 報態在六月份 說香港電台不應該播賽馬 和十大中文金曲 但是原來香港電台在五月份 已經決定要不播賽馬 不播賽馬的原因 就是因為 不播賽馬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錢 原來播賽馬只需百多萬 但是為什麼 他不播賽馬 會引起軒然大波呢? 我在電台節目裡面 那時候還可以做我講了一句話 香港電台播不播賽馬 和十大中文金曲 關你曾蔭權差事? 香港電台是一個公認廣播機構 他是用納稅人的錢 所以 他是要做人民的喉舌 不是政府的喉舌 香港電台播什麼節目 有一個架構協議 跟政府簽了 他有編輯自主權 何時輪到你曾蔭權 即是說三道四呢? 但是曾蔭權 那時候只不過是一個行政長官的參選人 就可以說三道四 給壓力給這個香港電台 我覺得香港電台 遲早就會變成這個政府的喉舌 現在就要在這裡整頓這個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播什麼節目 是由香港電台自己內部去決定的 就不是掌官已知 現在不是播不播賽馬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 不應該由你曾蔭權 或者另外一位老僧曾俊華 再加一位外圍的老僧曾憲子 三個正爭的 是 去說三道四 香港電台是知納稅人的錢 香港電台是為香港人服務 是嗎? 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撐住香港電台 是 不可以讓那三位老僧 指手畫腳胡說八道 是 三位老僧 一位是行政長官 一位是人大常委 一位是工商科技局局長 全部是有權有勢 但是 這些人 是不可以決定我們聽什麼節目 看什麼節目的 對不對? 對 香港的言論自由已經敲起喪鐘 今天 我們在這裏 重現 當年 我和大班做節目的時候 那種自由開放的氣氛 但是大家想想 今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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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音機 你聽不到我的聲音 聽不到大班的聲音 不是我和大班的損失 是各位聽眾的損失 對不對? 對 最好處那些就是那些狗官 對 大家想想 對 對 如果大班 早上還在做節目 浩敏 夜晚 還在做正式 有心人 做五日 請問 東誰加賭 假嗎? 是 請問周一岳 可以胡說八道 侮辱那些死者嗎? 是 所以 這兩字米 是別逐 除之而後快 我告訴大家 現在還有些人 用屁股想事 包括那些學者 早幾天 有個叫張楚勇 他在晴桑一天做節目的 張楚勇 他在A45做嘉賓的時候 他說我給余僧炒魷 是合約問題 你就告他 這個無關言論自由 他說他根據報紙做這個判斷 余僧又告訴他 因為我要求做五日 但是我告訴大家 這個不是勞之糾紛 那個是叫做商業電台 是一個用大器電波 需要領牌的廣播機構 他要對公眾負責的 他可以 沒有任何理由 就解僱了一個節目主持人 然後又不需要任何理由 又解僱了一個節目主持人 一個叫鄭經漢 一個叫黃毓民 然後又不需要任何理由 解僱了一個監製 叫張國陽 這個不是商業機構的勞資糾紛 這個是政治 這個是言論自由 這個是政治迫害 所以 我們不可以不出聲 我有沒有做好閒 我現在可以做網上電台 我可以淪落街頭 一樣有幾千人 我可以 在友善上借股募金 如果 是勞之糾紛 為什麼今天會有幾千人 如果是勞之糾紛 為什麼7月2號 炒愛魷魚 7月3號 所有的報紙都要投版 為什麼商業電台 幾個節目的主持人 對這件事 隻字不提 他們有什麼資格批評政府 有什麼資格對其他人 說三道四 包括早上的節目 包括晚上的節目 包括一個壞鬼才姐 我被人炒魷魚 跟著逃絕 再逃絕 我保住他的老命 但是他就對我單單打打 這些就叫做才子 招投了那個張彩勇 叫做教授 全部用屁股來思考 我們不是為了個人 如果 我們要榮華富貴 我們可以在節目裡面 小馬大幫忙 我們可以拆些權貴的鞋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 神不知鬼不覺 辦公正 但是我們對不起自己的良心 香港已經到了今時今日的地步 有些人說 你們沒有米開 不代表沒有言論自由 我都同意 但是大家想想 現在的節目是說什麼呢 現在的節目主持人 是說什麼呢 現在 那種自我檢查 已經是很清楚了 報紙幾乎是歸了邊 電台又歸了邊 電視又歸了邊 我們這些聲音 在大氣電台又聽不到 這是誰的損失呢 這是誰的損失呢 最好處的就是政府 所以我希望今晚這個晚會 可以提醒各位朋友 言論自由是靠自己去爭取的 言論自由不是廉價可得的 言論自由是要看得到的 言論自由是不可以被人剝奪的 言論自由是不可以受到壓制的 好,節目時間差不多 輪到下位 休息一會 觀眾朋友